嗨 大家好 我是曼妮 看到这一碗非常澎湃的海鲜咸粥 大家都说很羡慕台南冷的早餐 是牛肉汤或者是海鲜粥 没关系 我带大家在家自己做 而且你还可以用非常澎湃的料 冷藏牡蛎 我有教过大家很多种做法 都在影片中有 今天要带大家做的是海鲜咸粥 看到用了当季的笋子 然后牡蛎跟黑金文格 还有我们的油葱酱 跟芹菜 芹菜是灵魂 一定要有 然后虾米我泡的是米酒 我们的38度米酒 台湾香菇先泡水 然后把它切成一条一条的 米一样也是我有浸泡 大概30分钟 然后泡香菇的水 就把它跟浸泡米放在一起 特别提的是 旁边看到的这个竹笋 它是乌壳绿 是来自嘉义大林友善 侏罗素娃笋园 盛伟大哥的 将来会推出的 我都希望大家支持 然后我还用了 我们看天甜的有鸡毛豆仁 因为这样子 这一锅里面呢 也有蛋白质 很丰富的蛋白质 首先看到呢 我先下橄榄油 然后切条的香菇丝 然后还有虾米 虾米我浸泡的是米酒 刚刚有跟大家讲 最后的时候米酒 再把它倒在你的海鲜粥里 就不一样的风味喔 然后大家都会问我锅子是什么 每次都会问 所以这次我直接跟大家讲好了 这个锅子是柳中米的不锈钢锅 我觉得它还蛮好用的 因为它的容量大小啊 跟它的那个重量啊 都是比较适合我们在清料理的时候使用 好 回到画面来 我们刚刚下了香菇丝虾米炒一炒之后 我也把米倒进来炒 我每次在做这样子的料理的时候 都跟在做国外炖饭很像 米炒香之后啊 我就把竹笋 然后还有在刚才的香菇水一起倒进去 然后我今天还有加了湿木鱼碗 这样这一锅啊 就是很道地的海鲜咸粥 我希望水多一点 所以我刚刚有加一点水喔 然后把看甜甜郭大哥的有机毛豆仁放下来 一方面很漂亮 一方面是它有蛋白质 对 毛豆仁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记得那个文革跟牡蠣啊 都最后再放 我刚刚这样子焖煮米饭啊 米粥的时候 其实大概煮了20分钟 这个时间就是刚好可以拿来煮米饭 然后还有笋子 然后接下来我们整锅粥的灵魂就是芹菜 然后我加了白胡椒粉 还有一点点海盐 跟刚才泡虾米的米酒 这样其实就差不多啰 然后啊 最后还有一个秘密武器 就是我们的油葱酱 油葱酱一样合作社在5月的时候会上架 这次油葱酱我们的红葱头 也是一样来自看甜甜郭大哥家的红葱头 因为今年的红葱头盛产 在我们合作社的理念 我们全食物利用 然后如果今年有盛产的蔬菜水果啊 我们都想办法把它做成加工品 比如现在架上看到的果酱 然后还有将来的油葱酱跟油葱酥 这一次的油葱酱跟油葱酥啊 我们在走社生活材里面有先试吃到 这次的品质很不错 尤其是油葱酥 大家冰箱里面千万一定都要有一包 非常的好用 我们回到这一个圣体了 这一碗海鲜咸粥非常的澎湃 从产地到产洲 我们看到了来自嘉义东食的牡丽 然后还有七股黄奋香大姐的黑金文革 以及在嘉义大林友善猪罗素蛙笋元 甚为大哥的乌可律 还有我们架上来自熬谷师弟 看天甜的有机毛豆人 我这样子念 大家就不知道我们所使用的食材 吃起来真的都非常安心 又健康又美味 希望大家可以跟着一起这样做 好啰 我是曼妮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